我們剛剛講到就是中國對我們的攻擊 是說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所以它最後的攻擊的方式就是用欺騙的方式 丟偏頗的訊息 然後或者丟假消息 然後去影響我們的認知 那像這個攻擊模式呢 大家應該慢慢有發現 它其實就是一種針對人性的攻擊 所以很多人常常會講到說 我們就是如果能夠辨別這些假消息 能夠辨別偏頗的消息 然後我們能夠個人的那個媒體試圖能力變得更好 或許就可以抵抗這些攻擊 那這樣的說法其實是非常有問題的 是因為當他們已經把我們分成 各式各樣的這個行銷的受眾的時候 其實它每一個訊息丟給我們 都是丟給我們愛看的訊息 那人其實都會選擇性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東西 所以當你看到的都是你愛看的訊息 你的認知當然就會自然而然的 不斷的產生偏誤 所以這種偏誤會變得越來越嚴重 它是人性 所以如果它是針對人性的弱點來做攻擊 就好像廣告行銷 本來就是針對人性 然後去讓你去想要購買特定的產品 是一樣的意思 那這種針對人性的攻擊 結果我們竟然的對策是 我們要泯滅人性 那就變得非常的奇怪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變成像機器人一樣來判斷 到底這個東西是不是偏頗的話 那其實說真的 能夠訓練到那個程度 搞不好台灣也不存在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去提升媒體的試讀 它本身可能是一個假議題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去抵擋這個所謂的人性 所以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個我常常看到我的長輩啊 或者我的朋友啊 都看到那個什麼訊息就很容易相信啊 然後等等之類的 是不是因為這個太笨 其實不是 這跟智商一點關係都沒有 像我們在犯罪學裡面 最常看到的這種欺騙就是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一樣也是用人性做攻擊 比如說打電話告訴你說 你的爸媽在我的手上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個要交兩百萬的贖金 這本來就是人性 人當陷入恐慌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判斷上的失誤 所以像今天 台灣之前有一陣子很流行 這個所謂ATM的詐欺 ATM的詐欺就是 他騙你說你的分期付款已經 這個被多扣錢 所以你要到ATM去解除這個分期付款 然後到最後就因為你的操作 結果一百萬兩百萬就這樣被轉到 其他人的帳戶 這個詐騙的方式呢 早期我們就有想過說 如果我們要抵擋這種詐騙集團的詐騙 是不是要訓練大家都能夠判斷什麼叫做詐騙 其實這樣的方式是 到最後是完全做不到的 因為詐騙的手法會不斷的推陳初心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要叫大家辨別說 原來遇到什麼就可以知道什麼 這個其實太複雜 一般人也沒有辦法學起來 更不要講說其實根據像 我之前有學生寫的這個論文的資料就發現 大部分會被這個ATM手法騙的 其實很多都是大學以上的學歷 學歷非常的高 那學歷那麼高為什麼還會被騙 那因為那是人性 利用人性的欺騙是誰都擋不住的 所以這個時候在國外的按利息都有顯示給我們看 如果今天真的要去擋這種 我剛剛講的ATM的詐欺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直接告訴大家 有這種ATM手法 簡單來講就是政府直接告訴大家 現在詐騙手法最流行的就是叫你去ATM按按鈕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這個訊息每一個人都接收到的時候 他可能一開始接到電話還是會很慌 因為對方會跟他講說發生什麼事情啊 然後你可能要解除啊等等之類的 然後最後就一句話告訴你說要去ATM按的時候 你馬上就有一個警覺性 因為政府才剛剛告訴我 去叫我去ATM案件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最新的詐騙手法 所以他心裡的卡損就出現 心裡的卡損一旦出現之後呢 他馬上就會覺得 那我冷靜下來這搞不好就是詐騙啊 這不就是政府現在在宣導的那個事情嗎 我就把電話掛掉 這種當然不能夠防範全部的這個 這個所謂詐騙的手法 但是他很好的一個方式就是 讓心裡卡損在很多人的心中出現 一旦出現之後遇到那個特地的攻擊 他馬上就會有一個回應機制 那個回應機制一出現 詐騙就變得很困難 那你就是提高對方想要詐騙的手法 那詐騙集團是為了盈利 所以他當然是不斷地推陳初心 但是資訊戰爭其實說真的造成心裡偏誤的方式 就是只有那幾種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把手法全部都好好的 用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 大家一旦遇到就會知道說 原來這又是中國要丟訊息來干擾我們 那這個時候就變得很簡單了 我們就會變得百讀不清 也變得可以去抵抗 譬如不管是假新聞還是偏頗新聞 那這樣的方式到底該怎麼做呢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做法 第一個當然就是像我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就是不斷地研究這個模型 然後告訴大家說 他們最主要的攻擊模型有哪些 然後如果國家可以成立一個戰略單位 告訴我們他們多久做一次 這一種類型的攻擊 因為每一種 我說過攻擊類型可以分非常非常多種 但是它是有固定頻率的 你把頻率算出來 直接先講先贏 告訴大家說 這個月他又要叫某個藝人來道歉了 那這個時候大家看到的時候 第一個想到的 當然還不是說藝人好可憐 第一個想到的反而就是什麼 就是中國又來了 那想到中國又來了 反而就是敵我意識會變得非常清楚 知道說這又是對方在做操縱 而不是在那邊一直要討論 我們到底要抵制這個藝人 還是不要抵制這個藝人 又陷入這種對立跟紛亂 所以當我們能夠把這個攻擊的模型做出來 讓所有人都知道的話 這絕對可以造成我剛剛講的這種心理卡損 但這樣的做法當然還是不夠 畢竟對方的攻擊有各式各樣散播的方式 像我剛剛講的 它攻擊可能是有內容農場的攻擊 可能會有網紅的攻擊 可能會有地方群組的攻擊 它有很多的節點 那個每一個節點呢 在網路犯罪裡面都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們今天在做犯罪偵查 就是要從那個節點往前追 如果我們要擋住這個犯罪 最重要的方式就是 把那個節點一個一個一個斷掉 那斷掉的方式當然有很多 我們當然可以就是直接把它幹掉 那當然是一個做法 但我們不可能 因為我們是民主社會的國家 因此呢 如果真的要做這種事情 那就要靠民主裡面最珍貴的東西 叫做法律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在推動 相關的一些法案 譬如說大家常聽到的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它的目的就是要把每一個 每一個節點揪出來 讓它透明化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你在為中國服務 那這樣的做法好處是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之前李毅要來台灣演講 然後要來散播這個 所謂的武力統一台灣的言論的時候 我們不是把他趕走了嗎 讓他回去中國 但其實這樣的做法說真的 就是雖然他是外國人 但是無論如何 他想要發表什麼言論 本來是他的自由才對 但是我們卻用這樣的方式 讓他的言論 就是沒有辦法發表 那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這樣的一個法案 他最好的做法就是 我們把它暴露出來 你今天為外國勢力服務 你來到台灣 結果你要來宣揚 武力統一台灣的言論 沒有關係啊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請你要跟我們的政府做登記 你要交代你的人事 你要交代你的金流 你跟中國政府的關係 你交代完畢之後 你要到哪裡演講都可以 只是你演講的時候 我們後面幫你打一個 Made in China 或者中國共產黨贊助 這其實道理很簡單 就是廣告實名制 簡單來講 我們YouTuber在賣那個產品的時候 如果是廠商有付錢 那個叫業配嘛 業配要不要講出來 當然要 那如果你是中國政府的業配 你收中國政府的錢 幫他去打假訊息 幫他去丟偏頗的言論 為什麼你沒有義務要告知社會大眾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要跟政府說明 要跟政府登記的時候 你就整個暴露出來 那我們在月聽的群眾 我們就會馬上知道說 我們根本就不要判斷這個東西是假消息 還是偏頗消息 還是其實它是真的 這根本就不重要 重點是原來這個人是收了中國的錢 把這個東西丟到台灣 它的目的很顯然就是想讓我們產生紛亂 所以這個源頭的東西 我們不要看 這樣就最簡單 但是要做這樣的一個情勢呢 這個所謂透明化 當然不是只有我剛剛講的 什麼外國人來台灣這樣發表言論 不是只有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地面滲透 我們有那麼多的單位 不斷地在為中國服務 對我們來講 他們就是外國勢力的代理人 所以當他們譬如說 在幫中國在蒐集台獨分子名單的時候 他是在為中國統戰部服務 那要不要做登記 當然要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說 OK你要做這種事情 那是你的自由 但很抱歉 我們要讓大家知道 你是收了中國的錢 然後在這邊 然後要做這些台獨分子名單的蒐集 那當然再更進一步 他可能是有違反國安法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這就是一種透明化法案 這也是民主防衛機制最重要的地方 是因為我們既然是民主國家 我們應該用民主的方式來防衛這些攻擊 而透明化一直都是民主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所以這些人如果來登記 那登記的時候之前要說明 先說明之後再登記 然後不登記之後可能會有相關的罰金 這個才是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處理的模式 而不是說我們今天就是把這些人抓起來 然後10年有期徒刑 15年有期徒刑 這可能沒有解決問題 譬如說我以黑道作為一個例子 黑道其實在台灣一直以來都想要做一些轉型 他們也知道說他們想要去做一些 這個比較合法性的工作 然後一樣也可以盈利 所以黑道一直都有轉型的需求 但當我們的政府沒有給予這些轉型的機會 跟需求的時候 當中國的錢進來 他們自然而然就有可能收了中國的錢 然後為中國政府而服務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該做的做法 不是說全部抓起來然後判死刑 這完全沒有解決問題 我們應該多管其下 第一個當然就是對不起如果你繼續做 那你就是必須要登記 告訴我們告訴大家說在這個鄰里 大家都知道你就是收了中國的錢服務 所以你專門在群組裡面發送這樣的一個訊息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要去研拟 說我們的社會政策應該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樣讓就業機會變得更多 我們要怎麼樣讓貧富差距減少 這其實都是本來台灣社會重要的議題 這些彼此搭配之下 我們才會變成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 因為對方的目的永遠不要忘記 資訊供給的目的就是要給他亂 那給他亂就是要讓民主制度產生裂解 讓大家不信任民主 那我們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斷的深化民主 讓民主這件事情變成我們的基因 讓大家知道民主的重要性 那民主的重要性不是只有對抗資訊戰這些問題而已 我剛剛講的這個社會制度的一個建立 經濟制度要怎麼轉型 還有外交要怎麼做 這全部都會統合在一起 還有中華民國的體制要該怎麼改變 我們的政黨要怎麼變得民主 這全部都是要合在一起必須去做的事情 我們這樣才有辦法 真的有那個體質去對抗資訊戰 但現在因為在這個部分很多是國家要做 我們要推法案等等之類的 必須還是有很多辛苦的一些遊說跟說服的工作 所以民間現在真的比較能夠做的事情 除了法案的推行以外 最主要就是回到我剛剛講的 我們必須要把攻擊的模型把它研究出來 把這個模型一個一個一個告訴大家之後呢 先讓大家預先在第一時間有心理的卡榫 那至少可以擋掉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攻擊 然後到最後如果法律通過之後 又再擋個百分之三十的攻擊 那至少這樣來講 我們台灣就可以真正是一個民主社會 然後在這個民主社會裡面 我們慢慢去討論說 我們接下來的國家方向要往哪裡走 所以在這邊我們跟沃草合作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先讓大家理解 到底什麼叫做資訊戰 然後以及我們要怎麼去對抗資訊戰的手法有哪些 那這些手法我們現在能夠做的有什麼 我們現在也會設計網站在網站上面 就會不斷的更新資訊 然後這上面就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目前研究出來的模型有哪些 然後到最後當然再更進一步 希望能夠到這個傳統媒體跟大家講說 我們合作之後呢 我們到最後找到哪些攻擊的方式 大家必須要明瞭 政府必須要宣導 然後去製造那樣的一個心理的卡榫 讓最後這些攻擊 就算攻擊過來也會失效 然後最後如果法案呢 在這邊的推行能夠成功的話呢 擋掉這些節點 那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比較正常的民主社會 最後大家就可以好好的坐在一起 即使即便我們的立場不同 但是都有辦法在民主的制度下面 互相討論我們以後未來應該的方向 這個不 Elliott 那麼簡單 我們要做一些確實的畫面 我們不可以看到 我們要從這要來的 就是社會學生 我們要來的 我們要來的 個人計畫面 我們要去做 這一點點